雍正在去世前有过一个特别交代 让自己的后代千万不要杀两个人 可谁知乾隆上位后 转头就下指杀掉这二人 这两人究竟是谁 乾隆为何要违抗雍正的话 今天史先生就带大家一起去看一看 雍正死之前也要保的两个人 分别叫做曾静和张希 那这两个人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让雍正临死前还特意做出了交代 我们先从曾静说起 公元1679年 曾静出生在湖南永兴 家中并不富裕 对于古代的男人来说 要想改变命运的最好机会 就是努力读书参加科举 只可惜 曾静此人在读书上还是少了点天赋 而这点天赋也就意味着 他无论怎么用功和努力 最终也只不过是有了个秀才的头衔 虽然说秀才在古时候 已经能够得到一些尊重 但是要下彻底改变生活 一跃成龙 还是只能继续考 再者 天下读书人就有哪一个 甘心止步于秀才的 曾静自然也不例外 因此 曾静更加努力地读书 想为自己博一个好前程 只是天不随人愿 曾静很显然在科举这条路上 没有什么可能性 考了一次又一次 四次的结果都是一样 榜上无名 屡考不中的人心里 多少都会有些不舒坦 而这种不舒坦 一般最终会演变成两种结果 一种呢 就是被此打击到一蹶不振 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 然后浑浑噩噩地过完这一辈子 还有一种就是承受不了这种打击 但是又不愿意承认自己的无能 于是就只能把所有的过错 全部推到其他人身上 曾静就是这第二种人 他从来没有觉得是因为自己能力不够 所以才会屡屡落吧 在曾静的心里导致这一结果的缘由 就是朝廷的那些官员无能 那些官员有私心 所以像他这样的人才会没有出路 不能否认 曾静的想法是错的 毕竟水智清则无余 就算一个皇帝再贤明 也不能保证手底下的官员 全都是清正的好官 但是以偏盖权也是不正确的 然而对于已经备受打击的曾静来说 他已然把所有的过错都怪罪到了官员身上 甚至认为整个朝廷都是不正确的 诞生了这个想法后 曾静是看清朝哪里都不顺眼 更是萌生了想要反清复明的想法 很显然这样的想法是大不敬的 更是容易牵连九足的大祸 已经萌生了反清复明想法的曾静 接下来会怎么做 有了想法 当然是拉人一起干 毕竟仅凭曾静一个人是做不成这么大的事 于是再有了想法首先要做的就是 四处去寻找和他一样有志向的人 而曾静身边有一个强力的帮手 这个人就是他的学生张希 古人对师承看得很重要 学生对老师的尊敬也是刻在骨子里的 因此对于张希来说 曾静脑海中那些大不敬的想法 他是从来没想过是不对的 甚至还和曾静达成了一致 为了让这个想法能够有被实现的可能 二人把目光放在黎克 名叫月中旗的人身上 之所以会找上月中旗 那是因为他的身世 月中旗的身世并没有什么崎岖 相法还十分单纯 因为月中旗的先祖是著名抗金将领岳飞 乍一看 似乎这样的身份能够给月中旗带去更好发展 可事实上并非如此 因为他所处的时代是清朝 清朝是什么 清朝是满族人当家的 哪怕月中旗继承了先祖的仪式 练得一身好武艺 用得一手好兵法 可就是因为他并非满族人 所以朝廷上下有不少官员 对他怀有二心 哪怕清朝的皇帝 也再三强调满汉一家亲 可终究 人心的成见是一座大山 很难越过去 雍正为了让月中旗 接任川山总督的职 还想让他加入八旗成为八旗子弟 但是月中旗始终不愿 因为他身上流淌的本就是英雄的血 一颗心理想的也只有精忠宝国 虽然最后他坐上了川山总督的位置 但是因为身份问题 也没找被蛮猛的官员诟病造谣 也正是因为他的尴尬处境 才让曾经觉得 反清的这条道路上能够拉上月中旗 因此曾经写了一封书信 让他最信任的张希 亲手交给了月中旗 只是曾经师徒没有料到的是 月家最核心的传承 是精忠宝国和守卫百姓安宁 如今天下安定 身为月家后人的月中旗 又怎么可能去掀起战乱呢 于是月中旗看完了信后 尽管心中掀起了巨大的波澜 但是表面上还是镇定不已 他先是假装答应了合作 随后就赶紧布置人马 在双方约定好的时间和地点 将曾经和张希一网打尽 并送去京城 将所有事情据实已告 雍正在得知这个事情后 必然是震怒的 但是震怒之后 他却陷入了深深的沉思 得知曾经和张希被抓一事 雍正是什么想法 接下来又是怎么做的 这就不得不说到 曾经和张希两个人 为何敢再想到了反清后 还付出行动了 众所周知 历史上对雍正继位一事 一直都颇有争议 事实上 从雍正坐上皇位的那天起 这些争议就没有停歇过 再加上他继位后 对自己的兄弟也下手太狠 所以坊间对雍正的看法并不好 甚至还流传出了 有关他的十大罪 敢对当今帝王列出十大罪 无疑也是大不敬 雍正得知后自然也是十分愤怒 但是从这里也能体现出 他在民间的形象并不好 诚然 如果是昏君 那么此刻最想做的就是杀人灭口 将所有对他不利流言有关的人 通通都消灭掉 但是雍正不是 以杀旨流言的办法 在他看来实在是下下策 毕竟天下人那么多 杀得了一个还能杀得了所有吗 只要有人在 那么这件事就止不了 因此最为稳妥的办法 就是要想方设法地挽回他的形象 曾经和张希两人就是很好的突破口 根据调查得知 曾经和张希之所以会产生反清的想法 还是和吕刘良有关 曾经就是因为读到了吕刘良文字中的反清思想 才会萌生这样的想法 因此雍正只是下令对吕刘良的家族动了手 而曾经和张希呢 不仅没有被责罚 雍正还亲自和二人交谈 并对民间所列出的十大罪 拿出了证据 一一进行辩驳 而经此一事后 曾经和张希也对雍正进行了致歉 甚至还将雍正的谈话 写成了大意绝迷路一书 由最开始的反清 变成了四处宣扬雍正是怎样的好 雍正这部棋啊 也让他的形象得到了一定的改善 甚至到了雍正临死前还特意对自己后代交代说 曾经和张希二人绝不能杀 很显然 雍正选择留下这二人是为了扭转皇室的形象 但是让他怎么都没想到的是 乾隆在继位后两个月 就公然不顾雍正离死前的交代 以二人对雍正大不敬的罪名 下旨将两人斩立绝 并且还将大意绝迷路一书列为了禁书 乾隆的这一举动实在是让人有些匪夷所思 毕竟很少有哪个皇帝会违背先帝的旨意 但是乾隆几乎是一继位就将雍正的话抛在了脑后 甚至就连雍正看中的大臣实行的一些新政策 也通通反叛了个彻底 可以说乾隆对雍正这个父亲是有着一身反骨 也许正是因为雍正在民间的形象不好 所以乾隆才会完全反着来 以此来衬托出他的人后 但是他这样的做法 无疑也是否认了雍正的功绩和成就 甚至若是从孝道上来说 乾隆根本就站不住一个理字 但是历史已然是历史 对于乾隆为何要做出这样的缘由 后人也只能是猜测 并不能得出一个真正的原因 对于乾隆违背雍正旨意一事 大家还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大家积极留言讨论